好 花蓮了一名自強外溢間的許姓受刑人 核准地回到屏東縣探視母親 正月二十二號原本要返回監獄 卻失聯了 他的戶籍登記在屏東 但是警方前往查訪時發現 他之前的成租 這是他之前的成租的居住地 而現在居住的民眾表示 這根本就不認識這名受刑人 刑事局因此發布了通緝 罪名是逃脫 而看到的針對又有外溢間的 受刑人下落不明 也引發民眾對自然的疑慮 他就是失聯的花蓮刺牆 外溢間的許姓受刑人 臉部特徵明顯 特別是在右邊眉毛 有三顆像中共五星旗包覆狀的星星刺青 而在左眼下方 有一個十字架刺青 記者前往他的登記戶籍地 居民表示不認識他 或很長一段時間沒出現了 根據警方的了解 群星受刑人因為詐欺罪入獄 核准返回屏隆縣探視母親 原本二十二號下午兩點要返回監獄 但卻音訊全無 因此被發布通緝 而罪名就是脫逃 集方尋現找到了許姓男子的母親 對方說二十二號才送他到火車站 沒有想到許姓男子卻沒有如期回去報到 集方指出許姓受刑人 近年來多半在中部以北活動 多以網路詐騙過日子 不但戶籍地址是假的 在苗栗的居住地 遠景詢問也沒有人認識 恐怕也是假的 由於臉上的正面刺青明顯 相當好認 下落不明 也引放了民眾對治安的疑慮 人犯脫逃 民眾擔心成了下手的目標 警方呼籲 如果有發現逃犯 記得撥110 而遠景接獲通報 也將前往拒捕 記者梁安萍 屏東報導